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三 在他最後一次白宮記者會上對美國民眾表示 要對國家未來抱有信心 他說他相信這個國家 他相信美國人民 他相信人民身上的善多於惡 白宮記者提問涉及到 陸軍情報分析員 徹爾西萬寧減刑等議題 他說綜合所有情況 為萬寧減刑是恰當的 最後他還回答了 怎樣向兩個女兒解釋美國大選的結果 奧巴馬總統說 瑪利亞和薩莎對於共和黨候選人 川普擊敗他支持的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里克林頓感到失望 不過令他自豪的是 他們表現得很堅強、愛國 而不是粉絲疾足 奧巴馬總統還承認 他在公開場合表現出的冷靜和 他跟在私底下的形象並不一樣 私下他也會罵人 也都好像其他人一樣會生氣和嘴爽 他說 不過他相信作為一個國家 一切都會好的 但是大家必須努力 不能夠將一切都看成是理所當然 奧巴馬總統還感謝白宮記者團成員 他說 自由傳媒對民主制度非常重要 記者的職業就是要懷疑 就是要提出尖銳的問題